一大早邮局还没开门 现场就有七八位民众排队等候领取三倍券 这位抢同乡的民众就表示 自己清晨四点多就搭公车来排队 排不到五点四点多 我早上就我们早起来 也是像运动运动一下 五点半担心排队的人会很多 像会像排口罩一样 七点半左右 七点从板桥过来的 八点半一到民众陆续进入邮局领卷 不少民众领完后都表示 领取流程顺利 前后差不多两分钟 当然拿到当然好啊 大概只有两分钟左右 拿在手上很实在啊 我觉得动线算是流畅吗 流畅吧 大概花多久时间啊你觉得 还不到一分钟嘛 很开心很实在 就觉得谢谢政府的措施 就会拿来购买一些消耗品 生活的消耗品 今天7月15号到年底12月31号 有长达五个半月的时间啊 请大家在这炎热的夏天 平常可以尽早 早一点凉快的时段来 中午的时段跟下班前的时段 尽可能不要过来 明年的当场在那边白跑一趟啊 三倍券开卖首日人潮不断 邮局也表示 目前各地邮局已经加开窗口人手 另外也提醒民众 记得携带健保卡 以及新台币1000元 并依照身份证尾数单双号 来分流购买 也建议民众出门购卷前 可先上网查看三倍券地图 了解各地邮局的存量 避免扑空 新台南台电视湖 宗翰业人主台湾台北报导